不可能 说来真是惭愧啊 老夫也曾是 多次与宫中打过交道之人哪 就是没有请见皇上 没那福分 此乃人生一大汗事 不知庄主是为何事 要与宫中之人打交道的 那还能有什么事啊 我是做生意的 我每年都要和那些公公 套套近乎 逢年过节还得进贡 为的是让公公看上我的货 这样我才有转头啊 原来如此 不知庄主是和哪位公公接应呢 庄主您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这趟我们主仆回去之后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庄主 倘若能通过公公联席 这是美食以桩啊 再说了 要是往后庄主有什么麻烦 我们贝勒爷也好替庄主说相不是吗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啊 中心啊 在 这宫里都有哪些公公跟我们接头啊 也不都是公公 各司库的都有 是吗 那那 那还请贝勒爷回去之后 替我们多美言几句啊 那有什么问题 庄主尽管放心吧 多谢贝勒爷 多谢贝勒爷 来来来 好 对了 贝勒爷 听说前一阵子宫里有一些骚动啊 庄主 这深宫大院一点小事传到这儿还能当真吗 那是 所以才请二位多给我们提个醒 以免 以免日后有什么风声 也好有个对策嘛 不过 听说这事跟皇上有关啊 庄主 我们贝勒爷从不爱大谈这些事 无妨 庄主想知道些什么 我这听说是前一阵子后宫不太平静 庄主真是消息灵通啊 确实是有一事出自宣妃 我可是听说他曾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啊 传言总是夸大 宣妃在宫中似乎得罪过不少人 这也就罢了 他还欺瞒圣上 有辱皇恩 皇上是念在旧情 只盼他打入冷宫 谁知道 他却遭刺客杀害 扑视于梁柱上 这也太残忍了吧 宣妃虽是枉死 但他多行不义 有如此下场 也是罪有应得 贝勒爷评断的事 评断的事 敢问庄主 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此地呢 最迟明天午膳过后 老夫亲自送二位下山 以保万全 还请贝勒爷放心 来 喝酒 多谢庄主 伯木 今天晚上委屈你了 就在这儿歇息一晚吧 不委屈 一点也不委屈 我平时伺候主子伺候惯了 你不必这么大费周章地替我安排 让我和贝勒爷主 反而自在 那怎么行啊 来者是客 你就别这么折腾自己了 这也是我对你的一片心意啊 你也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休息啊 经过这么多年 我俩的感情 还能像过去一样 真是很不容易 我心里也非常的感激 你对我的这一番心意 我 你想报答我吗 当然要报答 因为我欠你的 那 那带此事一聊 答应我 带我一起离开这儿 可是我 就当是我想再续贤缘 我这大半辈子 就是为了等你 小米 对 这个给你 这是 你不记得了吗 小时候 你最爱吃这个小饼的吗 刚才见你在大厅上 光顾着说话 也没怎么吃东西 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 你就拿着吧 小米 你对我这么好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 别说了 吃就是了 那我先走了 好 你 拿来 我说拿来 住手 你想替他做出头鸟吗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他 我就是看不过去 我让你们吃 让你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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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踩 走 走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只是你的小饼不能吃了 没关系 我还偷偷藏了一个 给你吃吧 还是给你吃吧 以后我有吃的我都会分给你吧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吃 吃吧 少爷 你这薄膜 实在是太好 太好了 不行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以后有吃的 我们要一人一半 我吩咐你们的事情怎么还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 如果耽误保险上人做法事 我饶不了你们 是是是 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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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还有一名无辜的百姓在他们的手上 小木子 奴才在 朕决定留在此地 除了要弄清楚 盐白虎 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之外 更要将这帮人 一网打尽 喳 你说皇上出宫去了 是的 那你可知道 皇上去了哪里 奴才不知 皇上跟小木子公公 是微服出巡 每次行动都十分隐秘 不会向外 透露半点风声的 奇怪 皇上怎么会在这个结果眼上 出宫呢 而且出宫这等大事 一般不都会 跟底下的人交代 这样沿途也好有安排吗 可是 这回皇上突然出宫 去哪儿也不说 这也太神秘了 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啊 皇太后还等着找皇上问话呢 葛太 对不起 我想事情想得太入神了 你在想什么 我担心 我担心 这次皇上出宫的时机 也许不是巧合 你的意思是说 皇上 他是故意的 会不会是皇上 知道案子查到他的头上 故意出宫躲避 这可不能乱说呀 此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此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我们俩可就糟了 难道你没这么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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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麻烦天 哥太 小心啊 拦住他 走 格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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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快 快去看看他 看看他到底是谁 格泰 小心啊 格泰 快来人啊 抓刺客 来人 抓刺客 格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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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抓住他 撤 格泰 你没事吧 暴漏 不要 特别人 赶紧 特别人 怎么韩湘和葛太去请皇上 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葛太 这都怨我 你要不是因为保护我 也不会被伤得这么严重 你说什么傻话呀 就是因为有你 我才能撑得下去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呢 我什么伤都会好得很快的 喂 你瞎说什么呀 总是这么没正经的 哎 怎么样啊 疼不疼啊 我没事 没事吧 葛太 哎呀 你让我看看吧 我真的没事 你让我看看怎么样啊 你 没事 你让我看看 疼不疼啊 哎呀 真是的 我看看 参见贝勒爷 免礼 免礼 谢贝勒爷 韩湘 你跟贝勒爷的事 是 春竹 你不要乱讲话 哎 韩湘 你害什么羞啊 我们在一起的事情 大家迟早是要知道的 更何况春竹和穆尔 都是你的老姐妹 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是吧 原来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哎呀 好了好了 不跟你们说了 我们还有急事 要去皇太后那儿呢 她害羞啊 哎呀 真是羡慕韩湘啊 终于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不知道以后韩湘能不能 把我引荐给其他的贝勒 绣儿 在 你去看看韩湘和隔太 怎么去了这么久 还没回来啊 是 哎 贵妃娘娘 娘娘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 您怎么了 娘娘 贵妃娘娘 皇太后 贵妃娘娘撑不下去了 求您让她歇歇吧 好吧 扶她起来 让她到椅子上歇着吧 是 皇太后 娘娘 来 快起来 来 来 娘娘 您撑着点 参见皇太后 参见皇太后 起来 谢皇太后 你们两个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你怎么受伤了 皇太后我没事 可是我们找不到皇上 前清宫的太监说 皇上一大早就出宫了 都说不知道去了哪 皇上出宫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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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后 我求求您了 让贵妃娘娘回去休息一下吧 况且 皇阿玛也不在 娘娘留在这里也于事无补啊 皇太后 既然皇上不在宫中 皇贵妃娘娘 也无法和皇上对质 不如这件事情 等皇上回来再说吧 是啊 皇太后 在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还是 以皇贵妃娘娘的身体为重吧 那好吧 让皇贵妃回去歇着吧 不过这事不会就怎么算了 哀家只是暂且割下 等皇上回来了 再一并问话 谢皇太后 娘娘 来 尹人 记得请御医 给皇贵妃看看 是 娘娘 慢点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要离开寝宫 以保安全 又有刺客出现 是啊 皇太后 这刺客武功高强 方才我和韩湘 回宁寿宫的路上 就是遇见了他 所以才会偷了这么久 而且我觉得这个刺客 是针对韩湘而来 有这种事 曹提督 这次你可曾抓到那个刺客 回贝勒爷 又让刺客给跑了 这个刺客 三番四次地闯入皇宫 而且次次又被他逃脱追捕 显然 他对皇宫的环境十分了解 曹提督 你务必多派些人手 全力以赴 集拿这个刺客 是 那还请皇太后和贝勒爷 在此安心等候 若有消息的话 末将立刻回报 曹提督 你可知道皇上去哪儿了 末将不知 今儿早上皇上出宫时 没有交代去处 如果皇上回来 你跟他说 白家有急事要找他 是 末将告退 是 午饭还合胃口吗 当然合胃口了 小米啊 嗯 我 你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话就直说嘛 小米啊 你们庄主 是不是在信奉什么奇怪的宗教啊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 啊 没什么没什么 就是我昨晚起来接手时 在茅房那儿 看到一个穿着奇怪的人 看上去像个法师 我只是好奇问问 不打紧 不打紧 原来是这样啊 你别多心了 那只是庄主的朋友罢了 你也知道 我们庄主交友甚广 至于那些朋友 有什么宗教信仰 我们庄主多半是尊重 并不加以干涉的 那或许是我太少见多怪了啊 可是话说回来 你们庄主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 出入山庄的人也挺复杂 幸好 再过不久 你就可以随我们离开这儿了 你以为你在宫中当差 日子就好过了 怕是后宫那些嫔妃家里争气宠来 也不亚于江湖中人 那般险恶难测 我想 我还是继续留在这儿 毕竟我也习惯了 小米 可你不是说 愿意与我再去前缘 还要我带你一块走吗 这 我本来是那么想的 没错 可是庄主对我恩重如山 想一想 我要是真的随你一走了之 我这良心上 过意不去 好吧 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我就不勉强你了 不过你放心 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会来看你的 小蜜姐 庄主有请大爷前往大厅 说两位贵客可以离庄了 请 两位贵客 来来来 快请坐 请坐 庄主不必多礼 庄主已经同意 让我们主仆二人离开了 是啊 本山庄的事情 已经处理妥当了 两位可以离开了 这两天来 如有得罪之处 还请海寒咯 好说好说 我们主仆二人 要好好地感谢 盐庄主 这两天的盛情款待 伯母你说是不是啊 这是当然 这两天我们主仆二人 吃得好睡得好 盐庄主客气了 如此甚好 这样我就放心多了 本以为会无端得罪了贝勒爷呢 既然二位如此雅量 不妨请允许我敬二位一杯酒 为二位送行如何 既是庄主美意 那盛情难去 好 上酒 是 嗯 这香味如此的芬芳浓郁 实在是有别于一般的酒香啊 嗯 别光顾着闻香味 还请达海贝勒亲自品尝 采解其中独特的滋味 好酒 果然是好酒啊 不过 这酒劲来得可真快啊 那是当然 这酒乃是用本山庄独特的 醉八仙的花瓣花蜜所酿造 可为独步天下仅此一味 醉八仙 贝勒爷 严肇主 你为何要用毒酒陷害我们嘱咐二人 此话怎讲 这酒并无毒啊 我头好晕 好晕 贝勒爷 好晕啊 贝勒爷 没事的 我这有解药 喝下就没事了 来 贝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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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贝勒爷断气了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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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这样 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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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勒爷 贝勒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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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杀害贝勒爷 为什么 是你 杀死了你家主子 还有 这人都死了你还做什么戏啊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贝勒爷 他就是当今皇上 而杀死皇上的人 是你 所以 将来要被株连九卒的 还是你 王伯木 你 杉密 你来得正好 快跟这位王公公解释解释 小蜜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小蜜是你叫的吗 老娘外号黑风母叶叉 是白虎鞠的第三把交椅 你休得无礼 小蜜 怎么突然翻脸不认人呢 而且 那个解药明明是你给我的 为何皇上吃了 却会死了呢 事已至此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解药 而是毒药吗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你明明用那个解药 治好了醉八仙的毒症不是吗 错了 醉八仙 只是有增强酒力的效用 根本没有什么毒性 而你昨日中的毒 其实是我含在口里 给你加进去的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至于那解药嘛 当然也是我调过包 伯木 这个你拿着 小蜜 你怎么能如此对我 王伯木 当年你背信弃义 但你不听我 事实已经如此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小蜜 告密的人不是我 告密的人是那个从小就一直欺负你的张大 张大 就是他 当时他躲在一旁全看到了 他一看我离开 就跑去告密 我还因此 被我娘训了一顿 还把我关进柴房里面 后来我也曾试图去找过你 小蜜 无论如何 请你相信我 我是怎样 都不肯背弃你的 你骗人 你骗人 如果你真的没有背弃我 那为什么有一次 我好不容易逃出周大胡家 去找你的时候 你娘却说 你已经离开家里 四处去游历了呢 我娘 她真的这样说 对 你就一个人走了 你明明曾经答应我 无论天涯海角 都要带着我 可是你却走了 连半句话都没有给我留下 还说什么不离不弃 这些都是骗人的 是骗人的 我恨你 就算我恨你 我还是等了你十年 这十年 我不停地盼 盼牛会来找我 会来救我 可是我又等到了什么 你看清楚 这就是我当年被抓回去 被他们毒打流下的 小蜜 我这些年 我等到的 就是一道伤疤 一道背叛的伤疤 不是这样的 是我娘骗了你 我根本就没有外叔有力 我 我被我娘 埋进了宫 做了太监 这么多年过去 你娘死了 一切都死无对证 你为了保命 你当然可以随便胡走啊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吗 在我看来 你之所以会进宫当太监 都是你活该 好 如果你真的这样恨我 为何你还留着那九龄手环 你真以为我稀罕这破铜烂铁 我之所以留着它 就是要时时刻刻地提醒我自己 总有一天 我一定要出这口气 小蜜 你要相信我 在这个手环上面 藏有一个暗扣 里面藏着我当年要跟你说的话 你拿出来看 真的在里面 我求你了 小蜜 小蜜 我娘已经收了钱 把我卖进宫 将来你我二人见面的机会渺茫 请你挖落我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你真的没有骗我 小蜜 事到如今 后悔都来不及了 赶快把那狗皇帝的心头鞋取一下 好让宝像上人做法 我要为我死去的紫禾复仇 爷卖虎 你别乱来 还有 为何你会认识宣妃 我和紫禾 原本是一对相爱的恋人 只可惜啊 他爹贤贫爱父 硬是棒打鸳鸯 拆散了我们 难道你不知道 宣妃在宫里面为了往上爬 设计阴谋陷害他人 真正贤贫爱父的人 是他宣妃自己 你给我闭嘴 我不允许你这样侮辱紫禾 既然紫禾被送进了宫 你跟他之间理应也断了关系 那你怎么会知道宣妃的死讯 莫非 你买通了宫里的太监 你说得一点没错 一开始 凭我的能力 也就只能通过安和顺 给紫禾送送信 后来我发了财 就买通了不少的太监 从那时起 我和紫禾之间的通信 就更加的频繁了 他说总有一天 他一定会从宫中跑出来找我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和紫禾的美梦 都被这个狗皇帝给打碎了 要不是这个狗皇帝 紫禾他就不会死 所以你别设下此局 抓住皇上就是为了复仇 对 我就是要让这狗皇帝 血债血偿 你要报仇 你要找对人 宣妃他是被黑衣人杀死的 跟皇上一点关系也没有 要不是这狗皇帝多管闲事 让人翻出了紫禾的陈年旧案 那刺客也不会有机可陈 即便如此 你杀了我杀了皇上 寻非天有可能复活吗 错 你说错了 宝相上人 他可是密宗大师 他可以帮助我让紫禾复复活 不错 只要我用害死李紫禾 凶手的鲜血来祭祀 那么就能够释放李紫禾的灵魂 旧宿主的身体复活 荒谬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有没有 你亲眼看就知道了 摆带上来 你们简直是邪魔歪道 既然滥杀无辜 在你们眼中还有王法吗 狗皇帝他已经死了 我还会把王法放在眼里吗 你 废话少说 大师 动手 让我来亲自动手 别动 我警告你 别杀了我们庄主 小牧子 干得好 你分明中了我的独门独药 怎么可能还活着 小牧子及时发现了你们的阴谋 颜白虎 你真是聪明反辈 聪明悟啊 我的计划从头到尾 丝毫没有露出破绽 难道 那是因为 小牧的一番话 我 我 你说了什么话 没错 我们一直隐藏真实身份 但小牧却知道小牧子伺候朕 可见得你也早已知情 却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说破 因此 我们怀疑这其中一定另有图谋 所以决定 加倍小心行事 没错 首先最可疑的就是那醉八仙 你竟然拿醉八仙 来供奉士趣的人 倘若这醉八仙 真的如同小蜜所说的具有奇毒 那么你会喜欢这种画 未免也太奇怪了 于是我就去取花试读 没想到 早被你们掀移不到花园里 把醉八仙全都给移走了 所以我才想到了 祠堂上的醉八仙 没想到 我找奴婢来时才发现 醉八仙根本就没有毒 进来吧 大爷给您加点茶 好 我来就行了 对不起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那我先下去了 好 后来我把解药 喂给柴房外的大黄狗 那只大黄狗 却因此被毒死 如此多的疑点 我便立刻乘报给皇上 并且商量好将计就计 见机行事 来到厅上 见招接招 不急着戳穿你们的红颜 还有一点 就是你们完全不知道 小木子 是一个身怀绝技 武功高强的人 这证明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 你们这群逆贼 还不赶紧束手就擒 苟皇帝 你也未免太自信了吧 你看看四周 都是我们的人 你们两个想要突围 那是不可能的 你给我住口 你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污蔑皇上 你这个奴才 还真是忠心耿耿啊 好 我今天就让你们两个 共赴皇权 来 来人 抓起来 我让他们插翅难飞 是 不认得 高中心 快把伯墨和皇上他们放了 别忘了 庄主还在他们手上 小蜜 你这话说得好听 你现在 是真心地关心庄主啊 还是知道 自己冤枉了旧情人 后悔了 打算临真道戈 高中心 你管得也太多了 大伙给我上 别让那狗皇帝跑了 伯墨 快走 快带皇上走 皇上 我们快走 你都退下 你都退下 退下 你都退下 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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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别动 这里交给我 伯墨 你快带皇上离开 不行小蜜 你得跟我们一起走 我已经对不起你了 我不能再背叛庄主 庄主对我有恩 你懂吗 就算他对你有恩 你现在保护着我跟皇上 他是不可能放过你的 那也是我该受的惩罚 你快点放了庄主 不然你怎么保护皇上离开啊 不行小蜜 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 我注定是一个人 庄主 如果我以死谢罪 你能放过他们一马吗 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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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末将旧家来时 请皇上恕罪 快起来吧 刘独统 你怎么会知道 朕被围困在此啊 回皇上的话 王公公沿途已经做了标记 所以末将很快就赶到了 小木子 多亏你了 小皇上 这是奴才应该做的 快把这些逆贼全给朕拿下 折 带走 折 走 快点 小蜜 小蜜 我对不起你 末将冲 婚 学习 由方 ax 你 伯母 谢谢你 谢谢 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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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请皇上上马 小蜜 今天发生的事回宫之后 谁都不许透露半个字 免得皇太后操心知道吗 喳 我们回宫吧 皇上起驾 她们说 我的爱不是蕊 她们说 我的爱不是蕊 她们说 真心只换来伤害 我想说 一切没那么坏 可她们都不理睬 她们说 别任性像小孩 她们说 忍受寂寞是应该 她们说 忍受寂寞是应该 她们说 忍受寂寞是应该 我想说 她们从不明白 我有我要的精彩 我有我要的精彩 想挣脱她们的期待 我好想快不能呼吸 你 折磨你的名闹 教怪将我掩埋 谁能求我离开 她们说 别任性像小孩 他们说 忍受寂寞是应该 我想说 他们从不明白 我有多要的精彩 想挣脱他们的期待 我好像快不能呼吸 像梦一样异闹 就快将我掩埋 谁能求我离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